哈喽 大家好 我是老唐 刚刚今天准备想 回那个桂林那边 刚刚我唐哥打电话给我 说找到蜂蜜了 现在去山上面 挖一下蜂蜜 然后带点去那个县林那边 然后从那边发货 这个山顶上 路太难走了 还走错路了 这个蜂蜜 它很难找得到的 因为它在那种 大树林里面 它传到那个山 山脚下 那种 有来刚才说小九 他以后要过来了 你说你还是不要来了 要到半路 哇 在那里等我们的 这是我唐嫂 我唐哥找到了 上面那个 好 他早是找到了 但是不懂得 我在哪里 这个路 爬这个山上去 到山顶上面 是白白那一块山 山脚下 这个都不叫路的 这都没有路的 好 好 那里面上要吧 好 哦 所以这种圆命不好找的 很辛苦的 有人说我卖的太贵了 等你们自己上来挖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一千块钱一斤给你们 你们都 找不到的 看一下这个路 哎呀 这个位置 要爬到上面那个 这上面那个 山顶上面 我唐哥跟我爸经常上山 他们就会 经常会看到 有人说 怎么 哪有这么多野蜂蜜呢 其实是吧 这么多大山里面 他不单单只有一窝而已嘛 要去找 看你能不能找得到而已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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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蜂蜜 他说进去就这里进去的 在里面的 要把里面挖 挖起来 不过应该在里面的 我来拿着看 啊 这个好看 吗 这里费进去的 嗯 嗯 你都能不能买上去 买上去 很忙 这个石头底下的 要挖到里面去 所以这个人家说贵 贵有贵的道理 刚刚挖不到 叫我妈拿一个铁锹过来 小酒也跟着过来 这个也想看一下 现场挖蜂蜜是怎么样子的 这里都是石头山的 因为它配到石缝里面去的话 像这种大石头的 里面有铁锹是挖不动的 下面接它们 它们不认识路的 看一下我小酒 还有我妈上来 这个石头 这种路上来的 上到上面 最上面那边 三角线那边 看着我妈 这个路真的是不好走的 它都没有路了 像这种石头 全部是这种大石头的 小脚 行吗 我拉着你 刚刚好 我肯定会这样子的 慢点慢点慢点 你还穿这个鞋上来呢 你还穿这个鞋子上来 放好手机先 上山要看着手机 有问题要处理 等一下再处理嘛 上 哎呀 你别拉我 你别拉我 拉我就滚着去了 看到哪里可以踩就踩哪里咯 这个石头不会掉了 我可以了 这种 它那么多年的石头 它都会嵌在里面的 你穿这鞋上来 我也是服了 你没上过山是吧 哇 挖这里可以看到好大好高 是啊 对啊 在你的路是滑的 谁要啊 抬得下去就在做 等我盖别宿了 我就挖两块 嗯 等你盖别宿了 我就送两块给你 还好高哦 到山顶了 现在应该走了十分之一了 刚才下面的路还好走点 到这里更难走了 没有路了 前面没路了 路可你不留地去的话 早点看 我今天赶赶的了 慢点 这个位置怎么走 这个位置怎么走 四个角 对 终于到了 说一说你的感想是什么样子的 好转吗 这个瓶好转吗 要不是我断 只是上来看一下而已 上来吃一块 直接挖出来就能吃了 可以啊 再挖出来可以直接吃了 但是你不能在这里吃 为什么 在这里吃 它会追着你的 是啊 那我上来干嘛 上来给你看一下怎么挖 我还以为下来几天就可以吃的 你不怕它遮你 你你就吃 它很像个猪头一样的 你不带防务服啊 等一下会不会一堆蜜蜂飞出来 哈 会啊 会那我先走了 等一下遮我怎么办 本来脸就肿了 再遮 他们就不说我一百饿了 一百八了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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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蜂飞出来没有 啊 大门在上面 我们楼顶 那你们太 人家房子楼顶给你挖穿了 好吵啊 好吵啊 对面在干嘛 我修路是吧 哦哦 好像是下面有一条路 太远了 我看不到你干活的 我看不到你干活的 哈哈哈哈 我看不到你干活的 这个路 我怕那个蜜蜂跑出来 遮我 现在还没来 来了跑不快啊 这个路 要把这个石头挖掉啊 是 有点大哦 在下面 还要在下面 嫂子每天这样挖能挖多少蜂蜜 大得多了 哎呦 差不多了 一个人挖不了的哦像这样我挖蜂蜜 起码要三四个人来 一个人来的话 哎呦 小心点 等下夹到手 这个石头要把它撬掉 撬掉下面就是蜂蜜的 小心点 等下夹到手 你回去多吃两碗饭先 我吃饭也没用的 有三四碗 等一下如果蜂蜜跑了 跑出来了 我可能丢了手机就跑啊 那那个画面可能就把你们剪掉了 哈哈 他妈 这很厉害的 嗯 还有点磕 昨天喝了点罗汉果好多了 等一下再泡两个 本来没想到喝罗汉果的 有个朋友给我评论了 然后我看到了 然后老团就给我煮来喝了 确实喝了之后好很多 那个姜跟罗汉果药今天就差不多好玩了 昨天头还晕今天不晕 哇 阿 别,还把手机开的时候 看起ось块 看得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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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到还没到 还要好 As Square Fish Splatter Fish 添 现在我们 我还没解剖 他们就丢上去了 这个蜂蜜的房顶已经被我们掀开了 之前不怕挖到它吗 这样子一天应该你就挖一屋 远一点的可能还两面才能挖一屋 这个算近一点 在这里掏 它在那个石头缝这里 这个石头缝里面 刚刚挖完这里 进行低头了 火灰 这个 不敢吃 现在在它窝旁边之外 它会捉人 就把它盖回去 盖好了盖好了 以后 以后还可以来挖一下 是 这年来的 没来的 我多了 就是趁蜜蜂不注意的时候 哦借点堂 以后再往那把房子修好 把那房顶给盖上了 不然它就搬家了 这不能去多 只能去一点点 我现在天冷了 取完没东西吃了 是要留一点给它做粮食啊 啊 现在下山了 没有啊 刚挖到一窝 对啊 一窝而已 没有多少了 应该一挖完的话 应该也就两斤 两斤来糖 但是不能挖完的 只能取一斤而已的 取完的话 这个蜂蜜 这个蜜蜜 它没东西吃了嘛 它天冷了 天冷的话 它没东西吃 它会跑掉 会死的 所以呢 取蜂蜜 不能说有多少 取完多少 今天回去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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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下山里来打的 什么 好多羊啊 没事 我我我已经测了 我是阴的 就跟大家说了 我先委屈先 等一下我们还要赶回 我们只能去喝东西吧 你打到我了 你你你你都不看路 你还带着手机 走啊 你也能说话 啊 全部跟大家说了 我们回去前了 我只能吃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